倩倩 我好渴啊 水 水 倩倩 是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 倩倩 我渴了 你能帮我倒杯水吗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想喝水自己不会倒吗 啊 啊 倩倩 你在做什么呀 你站在别多 碍事 好好好 哥长 待在家呢 当年你老婆莫名封目浅发 这不是更刺激吗 妈 倩倩 你是不是 哪里不舒服呀 没什么 我就是不小心 这样到了 我 谁已经睡 怎么会在我家 我是谁 我是倩倩的新男朋友 倩倩 她说的是真的吗 倩倩 她说的是真的吗 虽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这要见大好的青春年华 凭什么要浪费在一个虾子身上 我们家高飞啊 那可是江城四大家库里面的高家大少爷 你个死虾子 拿什么给你家 可我是因为你才比个虾子来 关我什么事 是你自愿的 又不是我拼你他呀 可你个虾子费什么话呀 他这种蝼蚁啊 就算爬上一辈子 都不可能爬到我们这样的高度 好了 别受傻 改天我带你去买最漂亮的衣服 不就是钱吗 我高尚 最不缺的就是钱 亲爱的你对我真好 走 站住 小心 你把我妈的衣物给我 不配 一块根本不值什么钱的破例配 你以为我真喜好 跟了高尚以后 什么样的厨房收拾没有啊 你ди去快音唱 我 你 我 你 你 陆先生 你确定要把眼角膜捐给女友吗 我再提醒你一次 你的眼球构造极为特殊 一旦捐向眼角膜 这辈子都没有复明的机会了 苏医生 不要再说了 不确定 确定他可能比我更孝实到眼前 我看不见没关系 他可以替我去看这个世界 陆萍 我爱你 我发誓 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赵倩 你这么发誓不怕被雷劈吗 上次高少来找你 你们又拢又抱的算怎么回事 你这样对陆萍公平吗 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 那天我情绪太激动了 难过的哭了 所以他就安慰了我一下 这不很正常吗 所以说 这应该只是个误会 陆萍 你不要犯傻了 爱情都是一时的 你要是瞎了 你这辈子可怎么办呀 等他能看见了 他要是变心了 你连后悔都来不及 苏医者 你不要再说了 我相信他 我现在签字了 你尽快安排手 黄歇 黄歇 我会一直在的 不非赵茜 尽是你们给我的耻弱 他任我天将百倍偿还 我一定要把我的眼睛给拿回来 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都看见了 不 透视了 怎么回事 我的脑子里 怎么都弄得知识 透视肩膀 起火一到 武功处法 无所不报 无所不能 武功处法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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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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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不好 不行 我不是的嗎 我是來救你的 好了 我已經滅了 謝謝你救了我 要不是你的話 我怕是已經 別客氣 我總不能欠死不救吧 你是怎麼發現我家起火的 你們家浴室被煙霧包圍了呀 你是從哪兒能看到我家浴室 嗯 煙太大了 到處都是 你看 沈莫農 瞧你幹的好事 沈莫農 瞧上去做的好事 你花了真正一個藝術的佛頭 是一個雁品 什麼 堂哥 這不可能 這是我好不容易才拍到的 有數家權威機構的鑑定報告 大小姐 這佛頭 我親自鑑定過就是鑑定 如果我打眼了 就把我這雙眼珠子挖出來 當泡彩 怎麼可能 你看啊 這佛頭寬額厚夾肉下巴 是一千三百年前最流行的佛頭造型 但是那個時期根本沒有羅法 羅法是五百年前才出現的 而且這種古佛頭多半是不法分子 用鏟子鑿子破壞下來 斷面處應該有不規則鑿痕 可你看這佛頭表面光滑如鏡 所以這就是一件一文不值的驗品 怎麼會這樣 什麼農 就他們用為你 身價損失了一個億 家族會已經決定 剝奪你的總裁之位 除出家門 永不再用 什麼 這些東西明明價值連城 何止一個億 你這個農民工一身窮酸樣 江城古董鑑定界有你插嘴的地方嗎 就這個小玩意兒 就我一個農民工已經夠了 我說你個農民工什麼都不懂 就給點信口開河 什麼農 這個農民工該不會是你養的小白臉吧 你口味還挺特別的呀 這不就是一個破珠子嗎 這能值幾個錢 舍利子 大師法眼如炬 動若觀火 在下甘拜下風 此鬼不如 舍利子 這可是無價值寶 花一億買了個舍利子 這可真是撿了個天老 這不可能啊 這怎麼可能啊 什麼陳 自以為是 差點害家族 錯失了一場大局 唐妹 你看我也不懂啊 都是袁仁德 都是他誤導的我 我也是為了家族好啊 我還有事我先走了啊 你是怎麼知道 這佛頭裡邊有舍利子 我可不能讓人知道我可以同時 效果然的話 會被人抓取七分研究的 呃 啊 我是江城大學 考古七分研究生 喜歡古董界定 那你找到工作了嗎 當然有工作 但是 我前段時間換了演習 就被子退了 那你能陪我去珍寶閣逛一逛嗎 我想買幾件古董 你正好幫我長長眼 古董 正好可以測試一下我的紫巾頭 好順便洗淋我低肚筋 好 走吧 呦 這不是你那個瞎子才能有嗎 假的 你看我怎麼整他 啊 啊 你竟然不下了 你們認識 何止認識呀 你一個死瞎子 到這兒來告知高飛 陸平是我請來長眼的大師 你說話放尊重一點 大師 哈哈 一個剛畢業毛還沒長期的畢業生 還是個瞎子 竟然說自己是大師啊 現在大師門口這麼低的嗎 黃小姐到 哦 唐家的勢力極大 她的父親是江城至尊 唐澳天唐義 是橫壓四大家族的祖母 唐小姐 這是一件雁品 你說什麼 陸平啊 你不要亂說 古董界的人都知道 珍寶閣裡面的古董 是不可能有雁品的 你個死瞎子 果真有眼無珠 這古董 是我放在珍寶閣寄賣的 這是趙倩 聯合幾位鑑定大師 一起鑑定出來的真品 舊底接新品 這就是一件十足的傢伙 絕無可能 四瞎子 別以為你能夠看見 就能鑑定古董了 再亂說話 小心唐小姐 麻了你的舌頭 她現在眼不瞎了 心卻忙了 最常堪憂 神仙難求 哈哈哈哈 拿一個酒精的過來 去拿 啊 裝神弄鬼 瞎摸碰上死耗子 運氣好 碰上罷了 一個瞎子 懂屁 去把玉京瓶拿來 你再看看這個價值七千萬的玉京瓶 垃圾 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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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然不是雁品 但是他根本不值幾千萬 他就是一件常見的海老祠 頂多也就是幾萬塊錢 你說什麼 陸平 你他媽不懂不要亂說 這可是明朝官瑶出的貢品 存資量本就極少 如此完整的更是鳳毛麟角 這要是拿去拍賣 最少只兩個億 陸平 你說這是海老祠就是海老祠啊 信口開河簡單 你有什麼證據嗎 這海老祠 經過數百年的海水警報 鹽分早已侵入平底 天市呢 就會發現未到發現 是真是假 這你們甜甜就知道了 咸呢 像海星一樣 有鰻魚的味道 這不可能 高價好手段啊 既然將驗品和海老祠 放在我珍寶閣 進買 你是想砸了我珍寶閣的牌子嗎 唐小姐 您就是給我十個膽子 我也不敢呀 我也是看走遍了呀 唐小姐 把你的垃圾給我拿走 若再有下次 我就讓你們高價 我出江城 陸平啊 幸好有你在 要不然我就損失慘重了 這樣 珍寶閣裡的所有古董 你任挑一件 就當做是我送你的信領 好 我要這個 陸平啊 你不用為我省錢 重新挑一件吧 我就要這個 陸平 我就知道你上次 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常來珍寶閣的人都知道 那一堆啊 對方的都是垃圾 果然啊 垃圾人 只會挑垃圾 唐小姐 這把劍多少錢 這個的確是我要扔的垃圾 它不值錢 既然你喜歡 送你好了 快去辦什麼 該多少錢 只有錢貨兩起 這把同學劍 才是我的 陸平啊 你還真想買啊 我跟你打賭 這把劍要是個保衛 我跪下來叫你爸 行 你可以記住你的話 唐小姐 多少錢 既然你喜歡 那就一百塊吧 賭約我還沒有說完 要是他真是個垃圾 怎麼辦 隨你處置 這可是你說的 我要挖了你的眼睛 你敢嗎 有何不敢 陸平 我看你還真的是不值死活 這次 你是定 別跟他廢話 找唐家的首席鑑定師 過來鑑定一下就知道 是不是寶貝 只要不是瞎子 一看便知 要什麼鑑定師 這是寶貝 這何止是寶貝 更是價值連城的至寶 跪下 這銅錢箭上 共有銅錢一百零八枚 對應三十六天鋼 七十二地上 每一枚銅錢 都是存世極少 保存極為完整的稀有銅 鑑定師 兵錢鑑定師 乃是 寶圓局造鎮庫幣 價值三百萬 還有埃著鑑定師 乃是 大興福寶一百銅幣 價值三百二十萬 還有鑑定師 乃是 咸豐元寶當五百 去年在秋季開賣會上 出現過一次 最終成交價是 五百八十萬 天哪 一百零八枚 现存稀有铜钱 还保存得如此完好 那岂不是说 这把铜钱剑 价值四到五个页 这些呢 只是表面价值 要知道 这铜钱剑呢 来是法系 能够用上这种档次的法系 不是立地神仙 就是护国天师了 赵现 你还觉得 这是垃圾 那个死瞎子别得意 你也不过就是捡了个大漏而已 你没有听过 还比其罪的道理 就算这把铜钱剑在乎 你也得有能力保得住他呀 高飞 你给我变嘴 你在我珍宝阁寄卖赢品 还砸我珍宝阁牌子 现在又当着我的面 威胁我的客人 你是觉得我唐斌言好激 没有没有 唐家铁卫何在 给我打 你让我珍宝阁拒绝和高佳的一切合索 把这个狗男女 给我哄出去 喂唐小姐 唐小姐 高尚你没事吧 你个死瞎子 最好跟那个沈墨农习用不离 千万别落蛋 否则的话 让你人间消失 高飞 你要是敢动陆皮 就是以我沈墨农为主 陆皮 就是个垃圾 天天就知道靠着女人吃软饭 我真瞧不起你 哎 沈墨农 你敢打我的女人 打就打了 我还要挑日子 沈墨农 你也就嚣张这么两天 三天后的拍卖会上 让你万劫不服 走 拍卖会万劫不服 什么意思 沈家近几年因为投资失败 已经事不如期 如果三天后的拍卖会上 不能拍的标王 沈家怕失 不好 我爸又发病了 爸 爸 先生 唐先生 唐小姐 你们怎么给我爸治病的 越治越严重 唐小姐 我们已经给唐先生 做了精神类检测 他并没有神经元异常发电 可以确定 这并不是精神未疾病 那我爸到底得了什么病 要我说 唐先生压根就没病 他就是装的 用意 别冷静点 等我打完你们 我就冷静了 这病啊 我能治 你能治 我一个首席医师 连确诊都做不到 你一个无名小卒 能治 注意事 沐萍 还能看见了 大法则人 勤困无稽 邪情速去 急行忧虑 哇 这简直就是胡闹 这分明就是掐绝念咒 做法区学 封建迷信一会儿有用的话 要我们医生做什么呀 鲁皮 你不要闹了 现在不是开外骚的时候 爸 我爸 小兄弟 感谢你 实以援手啊 感谢感谢 这 这就治好了 哈喽 你之所以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这副古话 这副古话呢 与你命格不合 如果不把它处理掉 你随时会有什么危险 威严耸听迷信至极 你知道这副古话的价值吗 这可是唐银唐伯虎的真迹 我花了六个亿 才从开卖会上抢过来 就凭你一句话 我就把它丢掉 这古话有价 可生命无价呀 小兄弟 恕我难以割舍 允严拿一百万致费 送客 好 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你怎么在我家啊 我是来帮你 哎 你怎么了 我脚腕有点疼 哦 我帮你按一下 哎 好舒服 你用力一点 你怎么会在我家呀 我记得 我走的时候 关门的呀 你 成东楼 不是我的 你就是传说中 那个开号车 收出的包租盆啊 那当然 要不然 看看沈氏集团总裁 为什么会在这里 即使 你是包租盆 也不能随便的租客家里点 那人家 不是家里 找回 那么 出了可去 你就 收留人家吗 你到底有什么事 你直说呀 就是 那天在珍宝阁 高飞说的 要参加 翡翠拍拍会 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帮我长长眼 翡翠是拍会 我现在有100万 正好见此机会 多准备见 好呀 真的 好 飞 黄董 在想什么呢 哟 怎么你这个废物也来了 沈家危在大积 你今天 要是拍不到飙王 沈家将会从四大家族中 面前 是 到这个时候 你怎么还带着这个废物 关你屁事 我就是感慨啊 在这关乎 沈家新王的关键时刻 你也要把这个废物带出 你是嫌 沈家良的不够花呢 那也总比 你带个花瓶钱 你 花瓶 他可是鉴定宗师赵老 清传的嫡孙女 自幼跟着赵老学习赌食 其主 现在 是我高家的首席建丁师 他的业功还准 那你们这箭宝盒怎么被打脸 怎么 不服 有种他俩赌逼吧 赌博个赌法 就赌今晚在拍卖会 谁拍下的原石开出的翡翠 价值更高 输了的 要把在拍卖会上开到的所有翡翠 都给你 先还要从您家的当下抓 好 一言为定 太冲动了 万一输了就彻底放不了身了 放心吧 我是一定不会输的 我宣布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 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这块翡翠原石起拍价四十五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五万 四十五万 五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 八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一百万三次 成交 恭喜李家主 以一百万的价格 将这块翡翠原石收入当中 陈总 承让承让 不用据了 没有用的 他们所有人都在这对 这些翡翠 已经招出了原有的价值 他们是补给成本的去几个联益 哈哈 什么浓 你还想拍飘我 你今天一块翡翠都拍不到 小翻身 你别得问我高飞的 我 原来高飞已经串通好了其他老板 来围猎神经 我留半年金 放心 诸位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拍卖的最后一块 也是本次拍卖会的标王费岁 起拍价两千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百万 现在 沈家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呢 唯一翻身的金贵就是标 我拿不到 沈家将忘记 我一定要拿到 我出五千万 高少果然客气啊 那是当然 高少对标王那是志在必得 沈家还想借标王翻身 我看呐这就个痴心忘想 我出八千万 一个亿 这块标王高飞要定 一亿五千万两个亿 你沈慕东有那么多钱吗 帮帮 我要求对沈慕东进行验词 免得有的人在这打中脸 中胖 帽中有钱人 沈总 麻烦您了 这点小钱 我还是不缺的 沈总 你不可能 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 一分钱都不能用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堂妹 沈总怎么在这 他不是应该 坐镇家库吗 就别白费 以后沈家 我说的是什么 你的资金已经被我冻结了 这个标王 怕是找不到 沈慕东 竟然扶你抽鞋 冻结了我的资产 这是在背叛我们沈家 你这是在背叛我们沈家 你说错了 我背叛的是你沈慕东的沈家 但现在沈家是我沈慕东 有份来背叛你 还要多谢高手 你放心 以后我们沈家 给你高手 滑手之针 好 老狗 啊 当高尚的狗 你也是我的人的姓吧 要我 您让我咬谁 我就推去咬谁 啊啊 哇哇哇 啊 你你太有事了 陆平 你可真是个扫把心呀 阿婆一巴上个富婆 结果还破产了 让你们才可以 高少出价两亿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两亿第一次 两亿第二次 两亿第三次 成交 恭喜高少 以两亿拍下本次拍卖会的标王 请各位稍等片刻 标王是否名副其实 答案马上揭晓 要谢你 还没有接触吗 哪还有什么反派的机会 完了 全完了 那我来试试 去 这块石头卖不卖 先生 这块就是解石落下的编角料 拿来变桌角的废石而已 不是拍片 我就要拍这块石头 已经说卖不卖就好了 既然先生愿意买 我们自然没有不卖的道理 我绝不允许沈慕 能有任何粉身的机会 你去看 那块石头 到底是不是什么疾病原质 什么鸡皮原石啊 这就是一块鸡笨子 无险无松花无蟒带 完全没有拍碎的本事 一文不值 我还以为这人有什么真本事 我看呀 他就是因为一块原石都没有拍到 心不甘 所以随便拿了个垃圾来成树 先生 既然你要拍这块原石 那就请抽驾吧 我说 出一块钱 这位先生出一块钱 还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一块钱一次 快钱 我要出价 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就是 赵老的孙女都说了 这破石头一文不值 买来干什么 放着都嫌占地方 一块钱两次 一块钱三次 成交 感谢这位先生 您以一块钱的价格 排下了这块翡翠原石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 别着急 好戏 才刚刚开始 恭喜高少 标王开出了一块极品帝王绿翡翠 市场价至少四个亿 恭喜高少 两亿标王开出四亿 大赚特赚哪 区区沈家还想和高少无敌 真是不自量力 解释 就在这里见 难道 难道 这就是川上中的 祁罗渝 没错 这就是碾牙帝王波 翡翠王之王 翡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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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祁罗渝就是齐罗渝 琪罗渝从古至今只出现过一块 我看啊 你就是想贏我小光了吧 不信是吧 那行 我证明给你看 关灯 天呐 那真的是齐罗玉啊 只有齐罗玉才能发出如此 魂而不散 亮而不刺眼的光芒 那 你不是说就是普通的鸡粉石吗 高尚 听我解释 骂了个屁 骂废物 这串齐罗玉我要出五十亿 这可是齐罗玉啊 我出一百亿 一百五十亿 先生 我们贩卖行愿以二百亿的价格 收购这枚齐罗玉 我想 不会有人比我们出价更高吧 不买 多少钱都不买 信不如命 这块齐罗玉 是你的 你 要把这块齐罗玉给我 我是你的健保师 我只是替你拍下这块玉 当然是你的 这块齐罗玉足够我们沈家 渡过难关了 谢谢 鸡皮 高飞 你应该履行赌约了 你所有的匪处都被我 还要从我的胯下来 你钻过去 赌约 什么赌 你这种废物 也没跟我打赌 高飞 你想赖战不成 在江城 只有我高飞制定的规矩 你算个什么东西 高飞 山丢你高架的 什么东 你现在已经不是沈氏集团的 账战人了 你在我眼里你就算个屁 还有赖账算什么 齐罗玉也是我来人 给我把齐罗玉抢过来 我看谁敢 江城地下皇帝行业 我看谁敢 大爷 你我是那个小高滚 小兄弟我可算是招招招招招 哎唐爷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还都是一个包包复活的小白脸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侮辱我唐浩天的兄弟 你找死吗 小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说出来我唐浩天会做出梦 在新拍卖会的时候 我跟高飞打了一个团 救度今天 谁在拍卖会上 开闹的翡翠价值更高 输者不但要像今天拍到的翡翠 全部给赢家 还要从对方的胯下钻过去 即便是高飞买通了这些老板 却围猎我们 我们依旧开出了一块儿 齐罗玉 翡翠中的唯一王者 齐罗玉吗 那当然是小兄弟你赢了呀 他到了旅行土月的时候 高飞不但耍赖 更要赢枪 卑鄙无耻的兔崽子 竟敢对我兄弟耍赖 这就根本没把我唐浩天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高竟 是想从四大家族里冲击忘了 没有 没有 唐 唐爷 唐爷您听我解释唐爷 唐爷您听我解释唐爷 都是误会 小兄弟 你想怎么处理这个垃圾 要不要我宰着他 不 我要他履行约定 错了 高飞 这辈子不会是花下之主 不履行也可以 老子把你落死了胃口 不快 不快点 先生 这块帝王力翡翠属于您了 恭喜小兄弟 开德 启罗玉 真是有如此的眼力 立将一飞冲天 张晓 您来找我 是个发病了吗 真是惨 小兄弟 您真是了事无神哪 我知道错了 你说的对 武化有价 神病无价 还请你帮神帮道理 彻底帮我解决掉这个麻烦 好 装什么装 这个姜 骗了 不到屋里 这是我兄弟 你再叫上叔叔 大致娘 养肥啊 先让你得意 等到了珍宝 那你小姐 一定要揭穿你 就是这副 侍女图 差点让我 哎呦 我的头 哎呀我头疼 小兄弟 你快来救救我呀 哎你别吓我 爸 哎 哎呀小兄你刚才真的是疼四哥哥呀 不乱笔划几下装神弄过 我也会巧合而已 我这兄弟 我真的叫你 我这个是 我这兄弟 这么厉害 如果能成为我 我的女人似乎你也很不错呀 和我一样日出东方 无知自缚扫乡香 原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不好意思啊错怪你了 你还挺厉害的 八哥这幅是你图 还给你别别别别别 我说啥我也不要了兄弟 送给你了送给你了 好吧快请快请 陆公子请喝茶 小兄弟啊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正好我江城的义达广场刚刚建成 就送给小兄弟你唐左谢礼了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说哪里话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汤汤水是鸡汤的大小姐 还会烧菜吗 那当然 本小姐上德新堂 出的了厨房还打的了柴了 啊 要这样啊 好的 陆平 我爷爷让我回家开会 你这次帮了沈尼家这么大的忙 爷爷肯定会陆公欣赏的 你不如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走 爹 我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正好 什么家人都在 我岁数大了 体力不济 是该把家族之位 上出来了 咱们江城地下皇帝 浩天 投资了义达广场刚刚建成 乃是全国第一大商场 全国各大家族 为了能租到 义达广场的一间店铺 都快打起来 这样 谁能在义达广场抢得一间店铺 让沈家的业组翻倍 沈家的新任家属就是谁 爷爷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终于搞到了一个铺位 每年租金 三千万 爷爷 这就是租赁合同 这就是租赁合同 农金以后 你就是沈家新任家属 你的合同被销定了 那当然 这白纸非字的 还能有假 那我现在通知你 你的合同被取消了 你说取消就取消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在沈家 你拿来一达广场的产权证 好了好了 你找两个龙头来演双簧子 骗我 是真是假 你待会就知道了 唐小姐到 唐宁言 唐大小姐亲自 让我沈家 横闭声辉啊 叔叔我来了 叔 大使女儿 你来告诉我 这义达广场是谁的 现在整个义达广场都是入屏的 所以 你的苏联合同被取消了 我录屏 义达广场之主说的 莫农 义达广场做的不灭 你随便选 喜欢那个 那个就是你的 租金 零元 这怎么可能啊 孩子 莫农完成了任务 理应继承家族之后 签字吧 爷爷 刚刚可是您亲口说的 你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算了 算了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怎么了 爸 爷爷 小冒头 看你干的好事 把爷爷给企图写了 我告诉你 百善孝伟仙 爷爷的安危 比一万个伤痛重要 谁能治好爷爷的病 谁就是家属 没错 老爷子 治咱们沈家的定海神经 我同意 莫冲 你起了神医 什么时候到 他还在肚子上呢 爸 你请了要挺住 爸 你醒醒 爸 许多 许多 千万不能有事 爷爷 不想让老爷子辞掉 就给我转开 你 放心 有我在 你也不会有事的 竟然装死 伤神医到 孟神医 快救救我爷爷吧 胡闹 谁把针刺在百货悬上呢 这个地方 你也可不小心 那可可会出人命的 什么 你一个装神弄鬼的骗子 在医院里行不骗还不够 竟然骗到沈家来了 幸亏我赶了几七十 要不然老爷子就危险了 老金 别再马上就好 神医不愧是神医啊 真是医术通神呐 小子 现在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医了吧 收起你那些招摇撞骗的法事 不要再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看到没有 是我请了张医把爷爷治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这是谁家的新任家主吗 别当如此 立刻履 刚才陆平也给爷爷治了了 难道不能说是陆平救好了爷爷 这到底是谁治好的 还是等爷爷先来自己说吧 终于洗了 张才可吓死我们了 吓死我们了 爷爷您说 是谁治好您的 刚才是谁在我额头上扎了一针 陆平 这一针下去 老夫差都没背部继续 险些丧命 还是通过张神医的治疗 我才彻底苏醒 阿妹看到了吗 爷爷是这样说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沈家新任家就是我 沈莫辰 我从小父母双亡 靠着勤工补学来维持了学业 后面来到了沈氏集团 我兢兢业业 一手把沈氏集团 打造成了四大家族之一 沈氏集团 一大部分都有我的功劳 为了家族尽心尽力 可你们 对我却没有半分的认同 老爷子 你为什么对莫辰如此不够 你良心可爱 沈家是我的 我想传给谁就传给谁 看到 你要让我把整个家族 传给一个沈氏伙 你虽然已经醒了 可是你别觉得 四斤哪还有五人进来 马里不对音 我现在感觉神清气爽 腰不疼 腿不酸 我一口气能上五楼 爽 爷爷 爷爷 张沈依 这这这 怎么又吐血了 老爷子已经病入膏肓了 一定是他那人炸的 现在 现在就算是大罗天仙来了 已经输出无措了 陆平一叔超凡人高盛 现在能救神老的 只有陆平了 陆神医 救救 我不想死 陆平 救人一命 深造奇迹不毒啊 医术是我的 我想救神 陆神医 救救你 救救老爷子 我们是家不能没有老爷子 求救你 莫农 我可是你的亲爷爷 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陆平 他毕竟是我爷爷 求求你救救他 好吧 看在莫农的面子上 我可以救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把沈家家主席 传给沈默同 大命 我可以打我爷爷 只是和沈家为敌 哦 舒服 好了 你该履行自己的约定了 陆平 沈默农 坏我好事 我沈默沈 是绝对不会上巴根修的 喂口哨 失败了 沈默农那个剑 现在已经成了沈家家主了 你家主会议 一旦通过的话 我就再也都不会加入职位了 咱们还个废物 谁叫小时候都办不好啊 高尚 只要您帮我多回沈家家主职位 您放心 我就是您身边的一条狗 您脚边的一条狗 您让我咬谁 我就咬谁 既然如此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傻了 陆平啊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恐怕我不仅会丢失沈默家主之位 还会被沈默逐出这样的 那就只是口头谢谢 不来点设计的 你想我怎么谢你 不如以身相许怎么样 那还是我转啊 进 你 你们家下人好丑啊 你好毒舌 这谁啊 我说的话 我让你求什么 我求死不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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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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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蛋 敢动我妹 我杀了你 妈 好了 没事了 正好 宴席开始了 为了庆祝我沈家 三席你们 不知可不上光 一起去啊 好 请 请 唐妹啊 你拍下了齐罗玉 救我们沈家于破险边缘 又拿下了一打广场的商铺 让我们沈家多大作强再创辉煌 在我看来呀 你成为这个新人家主 真乃是实至名归啊 这酒有毒 都转心一用 让我跟举杯 为唐为喝 为沈家喝 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 我闹 你的酒里没有剧毒 你马上就要被我给毒死了 唐哥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沈家是我沈墨诚的沈家 不是你的 任何敢当我路的人 你就都得死 为什么你会没事 为什么我会吐血 最后你也不可喝 什么沈 这毒酒好喝吗 莫平 求你放过莫沈这次 救救他吧 如果今天是我和莫沈喝下的毒酒 那你们会给我们一条活路吗 莫平 看他在那边嘴上你绕了我 我求求你了 你知道这些都是高飞手吧的 他都很少 可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就要你了 我们就要你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从今日起 沈家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沈墨诺的声音 胆敢违抗 这就是下场 奔迷家中 这是拍卖会里您的翡翠 我已经帮你把它卖了 这张卡是我单独给你存的 里面有二十五 我 救我 我还是快来救我 啊 旁边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给我查了送班下的位置 班下 你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我 我这么爱你 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 他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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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成为我的女人 活蛋 我错了 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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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平六平六平我错了我错了 你 你 我憑你大爺的 隋上 這時候送你去醫院 隋上你別這樣 我送你去醫院 我給 放了我吧 好吧 得罪了 事逢日下 啊 哎睡醒了正好我下面給你去 我憑你混蛋 我先跳了我吧好吧到嘴了啊 啊 陸萍 不好意思啊 私換女衣服 一會我買件陪著你沒事 走吧 哇 這塊手錶好好看啊 一定很適合您 這不是陸萍嗎 陸萍 你這是高范的新女朋友啊 是不是沈默農 當了沈家家屬之後 就把你給出來了呀 小白臉 就是小白臉啊 詹萍 陸萍把眼角膜給你 你就這麼忘恩負義嗎 這是這個田狗他自願的 又不是我求他的 都是蘇醫生 這個眼光是不是不太行啊 我不要的垃圾 你遣回去還當個寶貝啊 你 這兒可是高消費的地方 隨便一圈的東西 你們打一輩子工都買不起 根本沒資格來這兒 這塊手錶不要了 哦 刷卡 不好意思小姐 您的銀行卡格不足 怎麼可能 我這個卡里還有20多萬 這塊錶 就兩千塊嗎 看清楚 是兩千萬 不是兩千塊啊 蘇小姐 其實你想要這塊錶啊 你不能 只要你願意陪上我幾天 我 嘿 嗓子美 不就是去需兩千萬嗎 刷卡 陸萍 我突然間想起我還有急事 我們快走吧 哎 我們買完了 我們快走吧 已經夠丟人的 一會你再收了出來錢 他就跟你丟人了 放心吧啊 什麼家地我不知道嗎 給趙千東手术的錢 還是你東B7湊出來的 刷卡 先生您的銀行卡余額 還有二十四億八千萬元 把這塊錶也給我包起來 先生 您眼光真好 這是我們店裡最貴的錶 五千萬 這麼貴啊 先生您的銀行卡余額 還有二十四億三千萬元 蘇小姐送給你了 若迪 我 你給我管 在江城 別以為有錢就了不起 智力才是王道 今天這兩塊錶不賣給你們 我高飛說的 一達廣場的總經理是我兄弟 我不讓他買 就算天王老子來了也不賣 那我都要見 喬總 現在來一下銘錶專櫃 高少 你看 你來一達怎麼不知過兄弟一聲呢 這兒有個人 有倆出錢覺得自己了不起 藍牆本少爺的東西 你那算什麼東西啊 別趕個高少爭想 這錶我不賣 別笑點 放下手錶趕緊滾蛋 陸平 看到了 就算你走狗屎運 掙拉幾個臭錢 你也不可能有我這麼權利跟地位 邱經理 這錶 確定不賣 費咱們什麼話呀 我是一達的總經理 我說不賣給你 在一達 你來一包餐巾紙 都買不到 好 喂 大使女兒 你來一達廣場 名表專櫃的 別說叫你大使女兒了 就說把你媽叫來 今天這個面子 我也只給高少 我會給你的 還沒是高少 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不是什麼阿嬤阿狗 都能比得上的 你怎麼來了 叔叔好 大使女兒 現在開廚子 讓他給我滾蛋 現在整個一達廣場都是叔叔你的 你想開誰就開誰 什麼 整個一達都是陸平的 這不可能 老闆求求你不要開除我 給我機會 說我給我來開人家 老闆不要開除我 老闆 那現在 這塊表我能帶走嗎 馬上把老闆你的錢退回去 今天老闆所有的消費 都寄到我的賬上 算我我給老闆在見面禮 你的狗 你接著教訓 白夏我們走 大小姐 騙我別開除我了 大小姐 你個蠢貨 瞎了狗野 還不趕緊跟我 大小姐 別開除我了大小姐 我想到一個廢物現在騎到我的頭上 拉屎拉鳥 高少 他就是個靠女人吃軟飯的小白臉 跟你提鞋都不配 什麼 現在企鑼玉在歐洲的工資達到500億 神士集團的股票漲停 混蛋 高少 你發那麼大火幹嘛 要不人家給你錢消火 吃 要不是你這個賤 看走眼 那會兒起路就救他們是我高飛的 現在沈下一家獨大 受損的不僅僅是高價 另外兩個家族 肯定比我們更著急 若是三大家族聯手的話 區區一個沈家 我算得了什麼 不妨 我們一起社局做一個健保會 但是有陸屏在 我怕不能惹我所願 高少 您放心 我會請我的爺爺出山 他老人家作為健保健康 的男派太陡 對付區區一公陸屏 他簡直就是炸雞又扭倒 千千 剛剛沒有打疼你吧 剛剛是我在七頭上 高少 人家 就喜歡這種有男子氣概的男 葉太平夜少 這位是我男朋友 也是沈家首席鑑定師陸屏 葉太平姓貴 陸屏 這位是葉家 年輕一代的佼佼者 也是葉家下一任家主 機會 想要騎在我們三大家族頭上 痴心妄想 今晚 我就是你沈家覆滅之日 即時到 有請本屆建保大會 見證人 航野 發言 謝謝 建保大會 第三輪比賽 決出四大家族之首 全場 百億孤獨 結歸 獲勝之所有 既然各位 請我來做這個見證 那我一定會 恃公道 安趕違背約定者 死 是 下面我宣布 健保大會 正式 埃食 健保大會 第一輪 各大家族 面前都分別擺放著 三件補充 其中 兩件是驗品 一件 是真品 請各位 同中選出 唯一的一件真品 選錯人 好愛 都準備好了嗎 放心吧 已經弄到手腳了 沈家選錯的話 淘汰 沈家選對的話 這一件 是真品 葉家通過第一輪 這一個 是真品 高價通過第一輪 劉家通過第一輪 這一家是真品 高價通過第一輪 陸先生 我覺得這件是驗品 仿著這種補香品的外觀 極為簡 最主要的是它的內容 因為是存香使用 經過多年使用之後 香葉會順入屏蔽 只要聞一下氣味 便可以變真假了 不用我了 這件就是正品 相信我 陸仙 陸仙 你的眼睛 都怪我 都怪我 我剛剛不應該打開 這件就是正品 沈家通過第一輪 千古奇毒 仙人能 錄片啊錄片 這一次我都要看看 你怎麼寵見光明 一個瞎了的鑑定師 連條狗都不如 哈哈哈哈 陸仙 我現在帶你去醫院吧 我已經能治好你的眼睛 沒有用的 這就是千古奇毒 仙人嗎 就算是大樓天鑫來了 也是沒有用的 都怪我 我剛剛不應該打開那個品 對不起 我太傻了 沒事的 你放心 我一定會幫你治好眼睛的 要是治不好 我就養你一輩子 我們現在就去林鄭結婚 我這輩子 非你不嫁 你相信我 我也相信你 今天 我一定幫你拔得藤著 唐妍 四大家族的健保師 都是掏手 這麼比下去 很難分出勝負 我建議 加大難度 我同意 副醫院 你想怎麼加大呢 同樣是健保 四組骨董 一組三個 兩個珍品 一個驗品 加上紅仇 徹底刺激 在鼓董前 擺上一口夹刀 掀開紅仇 閘刀落下 健保師 只有短短的 數秒鐘 選定驗品 並舉出 才算通過 高飛 我們事先說好的 並不是這樣的 算計沈家 竟然連我們一起算計 高飛 我這事瞎了眼了 我相信你 葉家主 劉家主 二位要是不敢的話 可以棄權呀 好 比就比 比 沈默農 你要是不敢的話 就認輸 畢竟女人 還是少在外 抛頭露面的好 找個好男人嫁了 回去相扶轎子 是更好 少廢話 沈家答應了 比 開始 啊 啊啊啊 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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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家淘汰 刘家上前健保 我继续 我继续 谁让你继续的 我一个月才拿百万薪水 我玩什么命啊 没有手 医后养我吗 你 你 刘家淘汰 高家上前健保 爷爷 献保送师 难怪带头赵贤 赵老大师 唐爷 多年不见 风采一旧 赵老此次前来 意欲何为啊 还不是为了我那 不争气的孙女 这丫头 学业不经 坑了雇主失效 若是毁了我赵家的名堂 又岂是他能待得起的 所以 我亲自鉴定 各位 意下如何呀 唐爷 明鉴 叶家和刘家 都已经淘汰了 现在谁还有意义 什么呢 你害怕了 有何不敢 即使你请来漫天神佛 我也要替沈家巴子偷仇 既然如此 高家的首席鉴定师 就更换为 健保宗师 南派太陡 赵 连 爷爷 你怎么才来啊 爷爷我 不是来了吗 区区一个沈家 还入不了我赵贤的发言 赵老 请 开始了 别把刀锋磨盾了 别把刀锋磨盾了 不然待会儿斩首的时候 就不利索了 高家通过第二轮 现在 人到你们沈家了 陆平 不要再去比了 我放弃 你的眼睛已经受伤了 你的手不能断了 我的这声字点中 就没有放解儿子 相信我 一定可以赢的啊 陆平 你一个瞎子也上来健保 哈哈哈哈 真是笑掉大牙了 要是手断了 你连按摩师都做不了 就只能上街 好饭了 哈哈 果然如传承中记载那样 武董中的宝器能治好我的眼睛 开始 这一件是验评 这件是验评 恭喜沈家通过第二轮 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吓你没事 赵狼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拿到沈家的企图玉 还要让这个瞎子死了 放心 这事就交给老夫了 拒绝一个盲头傻子 不足寡致 棚爷 这第三轮 我要用我高家所有的资产 毒沈墨农手上的那只 玉中矫者 齐罗玉 什么农 你要是怕了 就退出 以后啊 这四大家族为我高家独孙 陆平啊 这个齐罗玉是你开发的 最后一轮 你来决定到底赌还是不赌 高飞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没有不埋的理由 我答应 行业 齐罗玉现在已经估价五百亿 我请求全部清算高家的资产 那就拜托年首席了 高家共有连锁购卖行五间 连锁股外链三十四间 房产 经过我的评估 高家总资产共计四百亿 高飞 你听到了 要想赌约达成 还需要补上那一百亿的缺口 叶家主 你借我一百亿 赤城之后我还你二百亿 高少 你刚刚才坑了我叶家 现在就找我帮忙 你当我叶家是凯子吗 刘家主 高飞 不如用赵倩这双眼睛 来补这一百亿的差额如何 你说什么 不行 我绝不同意 赵倩 赵倩 你一定要帮我 你的眼睛值一百亿 一百亿啊 你难道不想要融化富贵的吗 你爷爷说了 咱这是必赢的赌局 不 这是没有用我的眼睛去赌啊 我还赌输了怎么办 爷爷 混账明智会赢的赌局 你为何要拒绝 你怎么能拒绝 你要是安回了我赵家的千年名声 小西娃杀了 千姐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了 我都会娶你 我都会爱你 爱你一辈子 好 我答应了 我愿意压上我的眼睛 赌约城 第三轮 开始 来人 将诸葛武侯索 抬上来 诸葛武侯索 此乃 此故传下的诸葛武侯索 传闻其中有诸葛宣法 得宣法者可得天下 此所共有一百零八个机关 如果按错一个 内部机皇 就会将所有机关随机重置 而且 无剑上居然有剑血封火的剧毒 没错 这第三轮 忌赌生负 也赌生死 不行 你不能去 放心吧 不会有事了 陆平 你不要义气用事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去就是舍死无伤啊 更何况赵家还是盗墓世家 你机关之事有未熟悉 我要求更换这丧人的毒法 这不公平 陆先生 你看 笑了 我连我亲孙女的眼睛都作为赌卓了 南木城 你想令人逃脱吗 木脑 你相信我 让我去吧 不然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甘心生不如死的 放心吧 我会赢的 赵老 请吧 好 那我就先来 给你打个样子 小子 该你了 你了 我不行了 傻丫头 我一定会赢的 不 你要是死我也不想活 不可能 梁涛的命运是错误的 为什么没有母舰射出来 赵老师 现在 轮到你了 是怎么可能 正确移动不算本事 能够改变下一步 才是实力的体现 你明明中了仙人吗 是个瞎子 你怎么知道 出个仙人错的 怪不及关 谁说奇迹 只会发生一次的 第三轮 沈家兽 你还记得你在出租屋的时候 摔碎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义务吗 一块根本不值钱的破玉佩 你以为我稀罕 干了高上以后 什么样的珠宝首饰没有啊 你还记得在出租屋的时候 我现在是苦钱 你发誓要照顾我一辈子 却又绝情的 将双母失明的我狠狠地羞辱 无情地将我抛弃掉吗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发誓 高飞召见 今日的侮辱 他是我的江海被偿还 一定拿回我的眼镜 他的眼镜 从今天起 四大家族 再有狗家 狮子 这天小时都办不好 我叫你有何用 狮子 你今天一定要帮帮我 我要杀了 龙所飞什么弄 谁要您帮我 我高飞 这辈子是您狮子的狗 好 我会派黑白双善 祝你意志力 把东西都给我夺回来 你要全力配合 不然 都得想 好 陆平 你刚才真的好帅 没想到你眼睛受伤了 也这么猛 那 还有个猛大 你要体验一下吗 你坏死了 难道 你不喜欢我坏啊 我 我说什么呢 你还不快去买 去买什么呀 就是那个小雨伞啊 你不去买 难道 还要我去买 那我现在去买 莫农 莫农 好 小兄弟 你怎么还没走 莫农在这儿走了 台上 您能帮我找天位是吗 给你十分钟 马上找出沈莫农的位置 五分钟最晚五分钟 再晚的话 这孩子怀上了 听到了吗 五分钟 别着急 咱们一会儿去看 哈哈哈哈 说 把启罗玉交出来 高飞 别做你烦是梦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的 说 那我就强了你 再把你的视频发出去 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 沈家家主 沈莫农 是有多么的阴道 让你身败名裂 再让那个陆瓶 给他带一种大大的帽子 这样 哈哈哈哈 跟什么 是我 放开你 哈哈哈哈哈哈 跟什么 我 别碰我 啊 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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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杰 乐杰救了 啊 本来准备跑到玩 是 我本来 买 现在 接着来 那就 帮我 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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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放開我 裝備 你 啊 你看我忙正是 你們自己會讓我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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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啊 我告訴你 我背我可以不答應了 你 你敢動我 你死定了 我告訴你 我背我可以大任務的 你 你敢動我 你死定了 你敢動我 你 啊 我呢 我們 我們走 好 苏医生 这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苏医生 你怎么来我这儿了呀 医院里一堆麻烦事 烦死了 我来找你散散心 那唐小姐你呢 你不是平时都很忙吗 高飞背后势力蠢蠢欲动 我怕要让我出来躲几天 不知道去哪儿就来找你了 好好好 那大家赶紧吃饭吧 来 吃饭 吃饭 苏医 尝尝我的厨艺怎么样 小姐 喝衣服搭配也不错 喂 什么 好 我马上回去 不好意思啊医院叫我回去 怎么了 我负责研发的新药美颜膏 临床试验出现了副作用 新药研发投资人震怒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我可能会被开除 那你先要什么国家 去吧 给你 这个去吧神药与鸡散 价值连城 我以为你 价值连城 真的假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命 那个你先去啊 我出去看看啊 先生您是医生吗 请你救救我们莫菲 你 放心吧 有我在 他不会有事的 小弟弟 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恐怕我早就已经 您客气了 不过是举手之道而已 您没事就好 小苏啊 你负责的临床实验 已经出现问题了 怎么还有闲工夫 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是陆萍给我的药方 专门用来区发的 哈哈哈哈 陆萍一个考古学的毕业生 会把旁门口道 还真把自己当成神医了 啊 哈哈 张上方 你搞什么 你干什么 红花 青皮 少药 这是鱼鸡 懒得班的 哎 院长 这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瞎写的方子 他来骗苏医生呢 你懂个屁 在我学生时代 我就能在我的老师精心收藏的医学五点 从看这上面的草药就是 玉基的方 这玉基的 但是 续发的圣子 就续发 每年的神奇功效 价值 何止 十亿 已经 数十亿了 没想到 今天 重见天日 为什么 把这玉基的方子给撕碎 院长 这方子是苏医生带过来的 张上方生怕苏医生抢了他的封筒 就把方子抢过来给撕碎了 一切如人银 好 张超峰 你赶快把药房锅找齐 要不然 立马给我滚蛋 我们医院可养不起你这种大神 院长 我现在救你 院长 张超峰 那方子为什么少了一个洞 赶快 把个方子给我找齐 我告诉你 这个玉基蛋 少了一种药的 都配置不成 你赶快给我找齐啊 院长 我都搞变了 怎么也搞不到最后一块啊 院长 马上通知网络科 把张超文国赶出医院 院长 我过来想办法 我一定把最后一块给补齐 补齐 小四万 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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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努平出马 还要不要给补齐吧 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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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着急 只要在中心医院 你的朋友就不会有事的 我说的 出发 孙医生 我投巨医生 不是养肺炎 现在临床实验出现了这么多 我不想听这话 你告诉我 有没有解决办法 我最 这 哎 王菲 这是我和方院长新研发的驱发神药 你胡说 这明明是陆平给我的药光 你凭怎么说是你没研发的 哎 那人呢 你就只是差了一味药而已 咱们试个几百次 怎么着也能试出来 不如臣这个机会 问王菲多要点研发经费 那我们就罢了 这个功劳 可不能让苏外夏一个人抢走啊 苏外夏 你平时就只知道伐水摸阳工 现在好了 出成果了 你就出来抢工了 你被开除了 赶快快出去 妹妹 这是已经试传数百年的驱发神药瑜积伞 王菲 你真是有见识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驱发神药 玉积伞 可为何这药方少了一个药 这玉积伞 那是何等的宝贵 当然要保密了 王菲 您若是想看到全方 至少要给我们再投一百亿 支票 你们确定 就凭你们 能补得起最后一位药方 不贫 我比你东西 谁也抢走 小弟弟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揭穿这两个畜生的真面目的 夫人 这玉积伞配方 是我给做一生的 跟他们两个人没有一点关系 王菲 你可别听到胡说八道 这方子 是我和院长 查阅了无数的一些古籍 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 通过无数次的实验 好不容易才得出来的 王菲 你可不能轻易外人啊 明明是你们抢了录品给我的药方 想进为己有 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既然你们双方克制一词 我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词去做出决定 不如这样 你们就以这药方为基础 各加上一味药 现场对比较好 好 小弟弟我相信你 我愿意做你的临床实验者 王菲 论体制药 我们才是专业的 要不你就试着我们练制出来 方院长 你要是对自己这么有信心的话 不如你就做自己的受试者 看看你研制出的玉积伞 能不能治好你脸上的那块疤 院长你放心 咱们才是专业的 还能比不上野路子 好 我就做受试者 哎 你弄得人家好痒痒 这么神奇 这鱼积伞果然名乎虚传 价值何之百亿啊 恩到你们了 你这 你这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到些药方冒攻诈骗 来人 把他们送进监狱 我要让他们把老底做出来 走 王菲王菲王菲要带出胆了 王菲王菲 小弟弟 小弟弟姐姐愿意用一百亿买下这玉积伞 不知你一下如何呀 不是 这玉积伞 我已经给了苏医生 嗯 你要是买的话 可以跟苏医生去出来 这药方我不会卖的 不过我愿意接受王菲宁的投资 何头拿来 哎 苏医生 你怎么签到我的名字 我的 就是你的 真是一对碧人 我还在呢 小流氓 哎哎 我是流氓 我是在看你 脖子上挂这个斐碎校团 这斐碎 有什么问题呢 这斐碎的种水不错 但是 怎么在这里有邪气 邪气 嗯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家矿坑里产出的 帝王菲的种翡翠 嗯 那你最近 没有遇到过 十个比较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倒霉了 但是倒霉的事情天天有 今天我就遇上了心上的问题 要不是你说说是这样 我可能早就死了 难道 这跟 翡翠有什么关系呢 嘻 这肥肥掉附 还挺邪魔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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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一个男人身材健壮怎么带着一股邪魅啊 那是我的继子 难道他想要害我 你的家务事我就不管了 但是你这块翡翠 绝对不能再带了 否则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 小弟弟 没想到你这么多翡翠啊 他不仅都翡翠 还是这方面太陡级的人物 前不久翡翠拍卖会上的麒麟玉都听说了吧 那是当然 前不久都在翡翠界传遍了 说新晋的一位子童王十分了得 可以透视穿石断育分金 当了呢 传说中的子童王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天哪 原来救我性命的小弟弟 竟然就是子童王 小弟弟 姐姐也有翡翠矿 最近开了几个坑 原本一切顺利 但不知为何 一夜之间 竟然全都不出翠了 我找了几个高人看过 他们都说 玉麦断绝 此矿已废 所以才转投美容市场 小弟弟 你既然有这方面的天赋 不如帮姐姐长长眼 若是你找到玉麦 我分你三成股份如何 这 王府水太深 我不想躺在这趟浑水 小弟弟 你要怎么样才能帮姐姐吗 这一入豪门深死海 这搞不好 我这小命都在丢了 不过 得加钱 得加钱 好 若你帮我度过这次危机 我分你五成股份 好 自然王妃如此看重 我们岂能不是太聚 五成就五成 我去入瓶先答应了 哎 是正男儿王妃 要是大厦的女父 身家上万亿 她要是分你一半的翡翠 和一半的医药生意 过不久你就想想好了 最重要的是 你搭上了王妃这层人脉 过不久就想人上人了 好 我答应你 这里以前都是老坑好料 不知为何 一夜之间 玉脉哭泣 噓 不对啊 这矿怎么没有玉灵啊 什么 玉灵不见了 什么是玉灵啊 凡天才地宝 日久必然有名 万人参呢 之所以拴红绳 受了防止人参化灵而逃 凡是金矿玉矿 必有玉灵 玉灵所在之处 便是玉灵 高人寻脉点穴 便会有源源不断的玉石产出 就算是已经挖光的矿沙 也应该有个半死不活的玉灵 这一矿如此之大 玉灵却踪迹就不 刚才能公明明见的 玉灵被人弄走了 陆平 你帮我找出这背后的鬼来 玉矿我不在乎 可我绝对不吃这门亏 放心吧 挖你的玉灵 就是挖我的玉灵 毕竟这矿山有我的眼儿 我一定帮你抢回玉灵 走 我们去山山靠靠 一座矿山 居然有两条玉灵云白 果然在此 那里是不是羽座飞水矿 王爷离世前送给我跟柿子各一座玉矿 我的是一号矿山 那里便是柿子的二号矿山 难道说是柿子把我的玉灵弄走了 怪不得他最近产量倍增 光源时就产了一百吨 这如此看来就是他狗的鬼 这小兔崽子不仅想害我性命 还想躲我资产 真是可恶 小妈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江湖树士在这搭弄是非啊 我可是对你们现在孝心呢 正是你送我的玉灰 差点害死 小妈 这区区一片玉牌又能说明什么呢 你宁愿相信一个江湖树士 也不愿意相信我 咱们可以加人呢 那那两条玉灵云脉又怎么解释 人家不都说吗 这云脉是有灵的 说不准是一公一亩呢 我的那个是公的 你的那个是母的 这母的过去找公的 这不很合情合理吗 嘿 不要脸 世子说对 玉麦有灵 如果说世子的玉灵也跑到我们这座房内 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你小子几斤几粮 可跟我斗 你不怕死我到人之地吗 我告诉你 在这旷山之中 我埋藏了不少像你这样的狂妄之辈 我几斤几粮 我一百四十斤零八零 你 因为是 我便能让一号矿重新出随 好大的口气啊 不如我们赌上一层 如果说一号矿能重新出随 你就将已经开采了一百吨原始 如数凤凰给王妃如何 世子 双目无恋 气势无虎 还能看穿玉灵被我们劫持 可见身怀绝技 我又想去 世子 嘿嘿嘿嘿嘿嘿 我当谁呢这么嚣张 这不是大学生录屏吗 妈 高飞也太带走 这样都没有整死吧 这不是上司报的高飞每个打手 原来高飞是世子 高飞 高飞 性格不错 一定让你生个不死 这小子什么来历 他呀 无名小卒一个 无非呀 就是鉴定对了几点宝费 被人一捧 现在呀 弄大师了 真是笑死人了 嘿嘿嘿 好 那我就跟你赌啊 如若明天 一号矿出不了岁 我就要你的巨金三耀方 好 一言为定 走 小兄弟 既然我们各为其主 那就各凭本事 一决胜户吧 净把风马过来 走 得手了吗 世子放心 他中了我的降头术 不仅会把玉姬散输给你 就连明天的太义 见不到 哈哈哈哈 小妈 等你山清水尽的时候 我会让你跪下来就 到时候 我会继承我父亲的一切 包括你 世子高明 哈哈哈哈 苏平 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问候 陆平中了降头术 我们赶快带他回去 我认识一个降头师 应该能救他 是啊 哎 傻 放死吧你 啊 放手啊 天 我在这儿房属 已经开始发多了 你们赶紧把我保荡车上 否则你们会有什么迷惑 王妃 你们见诺石管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救救他 只要你能救救他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我之前在东南亚做生意 听说过这种降头 叫色降 其实就是一种引发性神经 极度康奋的复合小动物 那 怎么解开 续练乱 练乱与你教我 什么冬 你和陆平关系亲密 你来吧 这样不太好吧 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 所以上还是你去吧 那 我也不是随便的女人啊 而且 人家是第一次 在车里的话 人家也是第一次 我觉得我很胖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别再推脱了 陆平是因为我中的毒 我不怕别人中随便 哎 陆平毒素还未解除 你们再矜持下去 他就死了 我先来 哎 凭什么呀 我先认识的陆平 而且我是医生 就此复伤是我的天职 我先来 是医生又怎么样 我才是他的正牌女 我去 哎 别吵了 你们两个一起上 哎 哎 哎 王菲 他在读解了吗 还没有解除 你们两个 你身还能上啊 不行了 我也不行了 哈哈 我来的是不是不是学校 你来的 我 这是时候啊 啊 啊 哇 哎 那你们怎么了 伤口 啊 虎驴呢 哎 現在離天亮還有多久啊 大概是四點啊 哦 還有一個小時 我再趕緊製作東西了 哎啊 你們三個在這兒等了 我陪你一起去 好走 哈哈哈哈 我等你很久了 沒想到你還真敢來 不過是師妹亡靈 為門邪道 為我何舉主要 太上林保 開探拂命 清滅三合 斬絕地根 琳琅真相 是方蘇俊 小子有點兒 開的是正宗三清玄壇 用你打開地脈 接引玉靈 不過老夫不懈南洋 困靈鎮 我接引的屁 有靈 千塊有雪 鐵石刀法 揭引玉靈 去 哈哈哈哈 小子 小子 此乃我豢養一甲子的吞玉五毒骨狂 正所謂一物降一物 玉靈最怕這個 哈哈哈哈 這吞玉五毒骨狂腾 從這些門兒竟然壓得玉靈移動不到 我有一劍 開一片屁地 指射江墨 区区骨狂 合作盜財 斬 這一劍竟然空不如死 連我的奔命骨王都能破掉 大師兒 求你 救救我 一飲一濁皆有聽到 你為救實力經濟不惜修煉邪術 以身養骨 現在我該被本命補充粉飾 沒想到大師為了保住玉靈 竟然以身訓法 真誠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大無人精神 實在是令我太感動了 你放心 我一定會為你報仇的 哈哈哈哈 現在玉靈未動 必輸無一 露死誰手 花露是一家尚未可知 你未免高興太早了 小媽 時辰已到 是該履行走岳了吧 台未燕靈 你怎麼知道我輸了 既然你不到黃河不死心 來人 開山燕靈 春彩 在一號廣山怎麼可能開出紫色的翡翠 紫色翡翠明明是我二號廣山的 但你猜的沒錯 你的紫羅蘭玉靈 也被我請到了一號古山 這怎麼可能 世子 大師不好了 咱們的二號礦山不出翠了 不是他實力不行嗎 怎麼可能會移山挖脈 我也不知道呀 吳英雄 你該履行賭約 把一百名元石交還給我 做夢 老子耍賴的又怎樣 你敢耍賴 我今天不僅要耍賴 還要搞給你們 白白雙上 上 這裡是老子地盤 殺你們 就跟殺一群狗一樣 人無信而不利 你是如此悲心情 有何臉面面對你父親的在天之靈 你還有臉提我父親 我顧王尸骨為寒 就爬上這個小子 今天 老子就要清理沒戶 小屁仔子 你敢玩弄誓死天下的後媽 給我殺了他 啊啊啊 誰敢造死 就死了 還愣著幹什麼上啊 上啊 媽 這 你們這群廢物 上啊 你親自來 我看誰敢動 早就料到你們會有這一手啊 吳英雄 你今天敢不履行賭約 我就代表朕男王心理門戶 送給你們喊 我認載 交出餐戶鑰匙 我們走 玉石不宜瓦罐碰 老子命貴 下次找個好 機會 我要了你小子的狗命 你媽的君沒死啊 白白浪費本事的 就把感情